最近相当风行的彩色路跑 有民众向新北市的消保官提出投诉 说主办单位将粉末直接喷向路跑者的头部 刺激到了眼睛跟呼吸道 非常的不舒服 因此新北市法治局要求业者 不可以将粉末直接朝民众的头部来喷洒 也不能够直接朝眼睛来施放 更不可以使用无法控制喷洒方向的器具 目前会先行做劝导 如果还没有改善 将会开罚业者新台币6万元以上 150万元以下的罚还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